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系的厂商越做越强 那会儿单反已经非常强了 哎呀 莱卡也觉得市面上这么闹腾下去很麻烦 那么莱卡也在寻求自我的一个突破 那么莱卡也在单反上当时花了很多功夫 尤其是莱卡跟美能达其实就早就开始有合作 莱卡就看中了美能达的很多机器 就说那我们单反美能达来帮着一块搞 所以莱卡的很多单反你看看感觉是很像美能达的 美能达这个厂确实也是比较激进 比较下功夫 愿意去做一些很特别的东西 这两家所以一拍即合 做 那么后来呢 在单反时代的时候 莱卡就觉得我们这个旁轴啊 就是卖的那会儿莱卡确实是很贵 那也确实跟现在一样 也不是说谁就上手能买个莱卡 觉得挺贵 说怎么整啊 说这事儿 那就我们能不能处于一个稍微便宜一点的产品 就让年轻人的第一台莱卡就比较好实现 莱卡已经有道理 我们要搞一个说我们的第一台莱卡能不能稍微便宜一点 那么便宜就意味着一莱卡的这种本身在德国的这种 这种手工组装拧来拧去天空这么高的地角 说弄这个就不好弄 说我们要想办法 我们把生产成本要降下来 那莱卡就想折 说那就一想说可以美能达 对吧 搞吧 美能达 本来那会以前旁族好多小机器六七十年代做的还是很多的 但是都不能换头 那小旁族 说我们还是做一个能换头的这样的一个机器 还要是莱卡 然后呢 还要不太贵 还要很好用 还要不要搞了我们自己的市场 还要去霸占别人的市场 好事反正都他们家的 大家想了想说那就干了 露器秀子玩命干 那么莱卡呢就跟美能达就开始合作 做了这么一台机器 就是后来非常有名的一台 美能达和莱卡联名的CL 就是这台机器 这台小机器大家看拿在手里非常小巧 一丁点 确实很日系的一个感觉 那么这台机器 其实就一共就生产了三年时间 寿命算很短 那么是不是它不好 所以生产的这么短 还真不是 还真不是 这个事说起来特别复杂 所以松丑履 先说莱卡要做这个机器 莱卡是为什么呢 就是说我 莱卡是说我们以前这个产品很贵 很多人就抱怨买不起 说我们能不能做一个年轻人的第一台莱卡 让很多更多的年轻人来买 主要压力也在于那会儿日本厂商 匆匆的往上上 单反基本就是主流了 莱卡也看到这个危机 说我们要不下手 在市场迟早 全送给别人 说我们就干嘛 说这个事呢 做这个呢 很可能也比较危险 就是你出一个低端 很可能会把你自己的这个产品线的 整个感觉拉低 说要不要做 其实莱卡一定纠结过 但是我觉得最后还是觉得要做 因为什么 在庞州日益暗淡的这个市场的走势下 你不做 可能就是等死 前头那么多品牌也将跟你证明了 不做就是等死 但是你做呢 可能就是找死 等死或许不会死 但是找死也是这种 你可能本来还能活几年 也可能找死立马就给个儿屁 但是呢 或许你能打出一片天地 莱卡也是有胆量 说我们博一博啊 就做 那么就跟日本的厂商联名合作 说我们做这么一个机器 做这个机器主要是什么 在日本制作要降低这个成本 那么CL应运而生 所以我们看一看这台机器啊 非常的小 跟莱卡比一下啊 跟现在的数码的莱卡比一下 大家看这个大小这个感觉啊 整个体积上大家可以吗 当这个带着手柄还不散 我找一台胶片机来比哈 比较好比一点 找个胶片机来比哈 那么拿这两个机器来比一下大小 放在一起大家看一看啊 这是M6啊 这是CL 大家比在一块放在一块可以看 个图上啊 整个个图上高度差不多啊 基本差不多要矮一丢丢 然后两个比比宽窄 整个的感觉 你看宽度上少了很多 对吧 宽度上一下少一些 这个还是很明显的 这个对比应该 如果都卡一个高度的话 这个 上头区别一下就看出来了 短了一些 矮了一些啊 整个的感觉厚度 其他法兰曲成这也没问题啊 整个的感觉小了一些 重量上手感的区别是最大 分量确实轻了不少啊 轻了大概三分之一 你想啊 算挺厉害的了 这里头就必然牵扯到 我们说做工的问题啊 很多人说是不是 这个都做小了之后就不灵 其实也不能这么说 那个年头 其实很多部件开始使用 这种塑料啊 但是塑料跟塑料也不一样 塑料有的呢 能做拖鞋 有的呢 能做饭盆 有的呢 能上太空啊 这些塑料里头用的还是比较好的啊 很多这种塑料的结构 那时候其实塑料很流行啊 不要大家觉得一切塑料 觉得就就不行了 那个年头塑料 该是个时髦玩意儿 就你用塑料 这说明这个机器特时上 高级 你这里所用的是要 高分子聚合材料 这个一停呢 太高大上了 比传统用金属的 一下笔本就拉上去了啊 那么另外也是为了减重 整个机身的整个感觉呢 金属要薄一些啊 金属也薄一些 有人说你怎么知道是金属 我说因为我摔过 这样能看出来 一会儿给大家看特写啊 我签个特写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这个部分啊 这儿摔过啊 摔过 所以我调一下胶 大家看一下啊 大家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出来 这摔了之后 你看这里头啊 金属啊 金属 当然不是铜啊 露出来是露白的这个感觉 但是证明这个机器是可以的啊 是金属的这么一个感觉 然后从上头看 机器也比较小小 还是延续着美农达 和莱卡的这种简洁风格 那速度盘放在这儿啊 所以很多机 人看现在的很多机器 你觉得速度盘放在前头 以前很多机器 快慢机是放在前头的 那么这个机器是做了这个效果啊 把这个速度盘放到了这个部分 速度盘放在这儿之后 上头就变得比较简洁啊 这个部分 我们常见的像 莱卡在这种机器上 常见的这个速度盘啊 这个速度盘就消失了 上头流的空白就很简洁 就只有这个 这两个部分在这儿 我们看到整个技术器 过偏扭 和这个快门啊 就在这儿 速度盘放在了前头 所以它的整个上头 就变得更简洁一些啊 刻字也是来自美能达啊 这一个感觉 然后再看这个啊 也是刻字在这儿啊 若一说机顶刻字比较牛啊 是 你看那会儿的感觉 还是很漂亮啊 机器 其实 莱卡也是想做好一个机器啊 他没有说我 我就做的不好啊 这是视频的感觉啊 这个金属 然后镜头配例是40F2的这么一只镜头啊 也是苏米克龙啊 也是苏米克龙啊 当然这只是美能达版的 写着M啊 洛克啊 这个镜头 那么如果是莱卡版的 就会写着苏米克龙C啊 C 然后这儿呢 也有一个小班手啊 有小班手 当然这个班手的做工和各方面的感觉 就是塑料感比较强啊 它就不会像那个 莱卡自己的那时候锁扣 什么那么精良 在整体各方面来说啊 整体各方面 我觉得这个 这套机器做的还是有那么点意思啊 当然这个机器 我觉得就是手感拿起来 分量确实轻啊 确实轻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感觉 拿在我手里 这么一个小机器 所以你就这么拿了就可以啊 非常小巧 你要是拿它来忙拍咕娇 什么的 还是很有意思 我有时候就这么抓了出去拍啊 也很方便啊 这个机器各方面的操作 作为一个纯机械的机器 各方面是不错的 有一个特别的设计 是他两个挂肩带的扣是放在这儿 这个跟饭盒很像 跟m5那个很像啊 莱卡人5 也是这么挂的啊 他这个设计这样挂在胸前 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随时可以淘起来拍 也算很小巧 很漂亮 那适合那种喜欢单肩 或者斜肩背的摄影师啊 那么这个小机器 就是个人用 我觉得有这么几个体会 一个是轻啊 轻很多 单手握持一点不吃力 另外呢 就是小啊 短小啊 另外一个就是脆 声音比较脆 听个声啊 来听这声 比较脆 为什么 大家可以看这儿 我把镜头拆下来 给大家看一眼 这个特写的部分 你就明白了啊 在这儿看 你觉得 觉得都差不多啊 都差不多对吧 然后我就要过一下片 大家看一下 过一下片 看到这个特别的地方了吗 这里头伸出一个东西来 一个机械手啊 跟机器人挖里似的 然后因为快门 他就回去了 啊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测光臂啊 测光元件 一上弦 这个测快门连升上去 然后这个测光元件就就出来了 基本上就是一个中央重点测光 但是很多 这个测光的元件都老化了啊 有常见的就是他测光 有点老化的这个问题 所以就是这个好的并不多啊 另外电池也是一个比较啰嗦的事啊 这么一点 你不停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啊 看到这个 这个效果了吧 我按一下 大家看看啊 他就这样缩回去 所以主要快门的声 就来自于这个测光臂啊 主要是他的声音啊 这个声大就是源自于他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声 所以呢 这个机器 有人觉得声音脆 就是他收合撞击的这一项啊 主要是这个原因 所以如果你不太在乎这个声 那么就没问题 跟单反比起来声音还是很小的啊 还是很小 呃 但作为你用过来来卡 以前那个布莲能有时候 你会觉得他声音比原来要脆 就是测光臂收合这一项 那个机械的感觉比较强 快门其实本身的声 没那么大 然后这个机器本身 也是到一千分之一秒快门啊 你拿来使用的话 其实日常的拍摄 跟来卡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啊 只是 换到这个位置而已 整个机身做的短小 其他拍摄没问题 但是呢 取景框 这个来卡 你一定要在取景框里头 这个黄斑什么的 这台保存的还不错 我也见过有那种黄斑变淡的 这个情况 但整体来说还都算比较皮实啊 没什么问题 像这个都磕碰我 都没什么事 但是呢 他的侧距机械 我们要看一下 这是取景窗 侧距机械窗就在这儿 非常短 跟我们看来卡的这种 像M6这种侧距机械 一个窗在这儿 一个窗在这儿 这个比较差别就很大 机械短了很多啊 机械短了很多啊 差这么大 就跟普通的一些老的那种 就是固定镜头的旁轴 很像 这个区别会造成什么呢 造成就说 一般的对焦的精度还可以啊 但是呢 你要用稍微长一点的焦距 其实精度上会有影响 一定会有影响 所以因为他配套的镜头还有一只90 它是一只90头 所以那只头啊 对焦就要小心点 当然好说那只头光圈不是特别大啊 所以你全开应该 说不认真一点 也没什么大问题 这是唯一的这么一点小小的遗憾 另外呢 虚信窗里这个倍率啊 虚信区的倍率比较小 这个好像是我记得好像是 0.58的倍率啊 0.58的倍率 用广角其实比较合适 但是呢 CL只有4050和90的情况 就4050是同时出现啊 两个情况 再一个90的情况 而28这个是后来出了 你用美能达和莱卡合作的那个CLE啊 这是CL CLE 它就有28的情况 但是呢 那个28不能装我们类似于 超前个龙啊 酒煤啊 这类的啊 有些酒煤能装 但大多数是装不了 它的双方臂出来 那个后屁股比较靠后吧 双方臂会挡到 虽然是不能用 如果你用那个的话 用不了这个机器 虽然这么小巧很方便 但用不了那个 你还是用它配套的那个28 和你其后来的28 就是酒煤之后的28 屁股就短了 那个用就没事 就是酒煤有一定的局限 然后40这个头呢 怎么说 可能不是特别习惯40这个焦段 但是有很多摄影师 喜欢40这个焦段 其实我觉得莱卡当时出这个40 它的目的我觉得是什么 其实就是不想正面 杠自己的50 直接干自己的50 他会觉得其实有风险 为什么性价比这个玩意儿这么高 年轻人的DT来卡 你都去买 如果出这502 配一套还贼便宜 那么我相信 一定会冲击到它50头的市场 所以应该是 莱卡刻意的 选了40这个焦段来做 然后呢 这个机器数 一些人喜欢的原因 就可能有40 而一部分特别不喜欢的原因 也是因为它只有40 而它没有35的框 用不了35 那么很多人觉得35这么精便 你没有 我不喜欢 这其实是什么 是产品策略的问题 定位 故意错位竞争 如果这么一个机器 那什么功能都有 那么那会儿都活活干死 那个M3M5 所以它出了之后 你这个功能 尤其是CLE 带光圈优先 那当年美能达做的 那个是很用心 那把M5干的 也是差点就个儿屁 莱卡就非常快的 就把这个机器就停掉了 所以只生产了三年 全线户户生产三年 所以这个机器呢 如果你拿来玩 它是一个很好的机枪 是正经 莱卡是认这个机器的 这可不是我们说 其他的说 我做了M口 像巧思那样 做了F 而莱卡就要干它 就这种感觉 这是正宗莱卡M口 莱卡正的受权 莱卡自己的产品线上 这是有这个机器的 这是正经莱卡认的 就是这个 虽然是日本血统 但是是我们家人 是这么一个 就算你在莱卡上 是看得到这个机器的 这个机器的优点 就不用说了 莱卡原生的莱卡M口 这些比较小巧精致 比较轻巧 弱点其实也很明显 就做工不像那个莱卡M6 莱卡M4M5 这些机器正的琢势 这么批识 小轻是一定要付出一些代价 这个机器一会详细的讲解 它内部的一些东西 首先就测光的电池 这个问题 你现在用LR44 也可以带幽永的转换器 而很多里头其实不是那么好用了 那么我的办法是什么呢 我装一个名匠的测光表 装在热靴上 拿它来测光 又亮骚 显得又好看 一些好玩 拿这机器 图好玩 图好玩 所以装这么一个还挺方便的 你不愿意装直接来来量也可以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机器内部的这个东西 我拿特鞋给大家看 我拿特鞋来给大家看 首先看这个机器这样 这个镜头光圈在这 光圈 做工什么的都还是不错的 这个镜头呢 下头也写着 日本制造 这是一个美能达款的 这个日本制造 那么 这只美能达的头是日本制造 那么那只 写着 莱卡的是哪制造 众说纷纭 莱卡要背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 但是我相信 跟美能达这个应该是一起的 应该是美能达制造 应该我估计 比如说莱卡设计 美能达制造 可能是这样 或者干脆就是美能达设计 那会美能达跟莱卡的合作非常深入 所以也未可知啊 这个感觉 所以那么这只头 各方面 以它的生产年代 以它的实际的表现 一会有很多照片 实际别下来说 我觉得 我觉得 挺有意思 但是呢 一句话说不清 我一会会详细的 大家说这个镜头的事 我们先说近身的这块系统 镜头解锁的扣 这个就不用说了 做工还都不错 金属画了红圈什么这些 这些都没问题 镜头这个小锁扣啊 这些就对焦什么都没说的 这感光度的盘啊 摁下去 摁住这个 就可以拨动它来调节感光度 来调节感光度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头 数目字是动的啊 摁下去 然后呢 这是速度拨盘 跟以前的老机器的快慢机 其实很像 你用过一老机器的用这个 还不觉得陌生 做工什么手感 快门的手感都还不错 不是特别挤 那有单手操作都是可以的啊 单手操作都是可以 各方面我觉得还算是行啊 这个机器 然后呢 看下头屁股这个部分 倒偏扭在这儿 这是回偏的地方 所以你看肩膀这儿没东西 看到了吧 肩膀这儿没有 这个肩膀的斜度啊 这个肩膀的斜度很有意思 这个弧线如果你拿出 就是整个肩膀往前收一点 看到这个来卡是圆的啊 来卡这儿是圆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儿 来卡是圆肩膀 而他这个是方的往前 收缩一点 前头小后头大 很像谁很像哈苏的X攀 其实有这个感觉 挺逗的啊 是吧 然后呢 这个后背 我们现在来看这个部分 倒偏就放在这儿 摇片把手在这儿 所以你弄完了 倒偏是在下头倒 这个就有点意思 斜景有点像 想起了路来 是吧 想起了路来 然后呢 中间的这个 搬手在这儿 放即胶卷 日光型胶片 灯光型胶片 什么是在这儿调节 倒偏钮 那么按下倒偏钮 倒这个就行了 倒完了 开后盖 把它拨起来 一转就可以了 那它的转的角度非常小 就这么一个角度 然后呢 开盖的方式比较有意思 很符合那个年代 很多机器的感觉 看脱裤的事 整个脱裤的事 的这种拿法 所以你看 整个后盖 是这么拿下来 这是整个后盖 感觉半个机身 被拆掉了 这么一个 那么你拿下来 试试这个分量 其实比较轻 应该就是铝的 应该就是铝合金的 这么一个感觉 把这个先放旁边 来看这个部分 后背现在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了 然后呢 压片板 是可以这么打开的 用来卡的用户 倒不觉得这种压片板 少见 对吧 快门聊 这没事 别瞎戳啊 我就见过 有手牵 还是试试 就戳坏了 这种感觉 上脚裤的八牙轮 但是呢 说实话 这个机器的 这个上脚裤的部分 比辣卡自己的 差远了 比辣卡自己 那个像M3什么的 这些机器 那个比特差远了 这个比米诺达自己 那么觉得也差远了 就特奇怪 这个设置的 真的不好用 真的不好用 特别难装 经常是你装上之后 你一过圈 根本就装不上 所以拿这个机器 一定飞好了之后 过片 一定飞好了之后 看着它卷住了 有的时候 你卷了一圈 它都能再弹开 一定看着卷住了 没问题了 宁可浪费两张 过着确实没问题了 再扣上 再把它这个裤子穿上 才行 这个地方 特别容易掉片 装上之后 片子没过 没挂上片 贼常见 另外就是什么 还特别容易坏 这塑料的 我见过好多这崩坏了 这个偏竹 故障率也就比较高 所以这也是这个机器 被人诟病的一个方面 就是这些地方上 你说你出这种问题 就不应该 你不管是来看 美能达自己 这是不该出这问题的 想不通 然后在这 你会看到一个缺口 这个缺口是干嘛的 装电池地 装扣电 它应该是SR7 好像是 那个电池 现在已经没了 那么用LS4的话 普通的扣电 你得装一转接帽 淘宝有麦能 转接那个帽 一个铜帽 装上就可以 但是很多测光 其实有问题了 所以你 转不转都无所谓 这个就直接没装 就直接用这 外置的测光表了 所以大概就是 这样的一个机器 机器内部 其实这些做工 金属的感觉都还不错 都还是不错的 主要是小巧 这个确实是比较好玩 那么这个机器装的话 这样卡住 然后锁住 就可以了 比较简洁 是吧 比较简洁 小巧 各方面其实 都还是要拿来玩 是比较有意思 那么这是 来自美能达CL 也有美能达的CLE 后头加一个E 带光圈优先 速度盘这就不一样了 速度盘就放这了 速度盘放在上头 而且带光圈优先 给美能达X700 手一摸就能 就能通电来测光 这个带手套不方便 但是你手一触摸 电路就通连 这个是很棒的 另外这个机器测光 这个用摄像头给大家看 这里头的测光这个部分 在里头显示现况 还算比较清楚 侧面是这个测光的快门速度 但是他这个有一个小小的绝症 这有个玉壁角 看这个快门扭 这个快门 这个怪片搬速有个玉壁角 跟很多机器一样 莱卡不是也有个玉壁角 打开这个玉壁角 你扮快门的话 这个测光就直接就启动了 你就不用再去扮快门 这个打开一个玉壁 测光就会启动 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但是没所谓 反正 那个故障还是比较多的 故障比较多 然后说那个 杨洁说 好像这个卡扯是比较烦 那个感觉 说要改一下 对有人有人改这个 但是就是你买 如果要买这个机器 一定看看他的卡 这个片轴卡槽什么的 这个部分 还算比较皮实的一个机器 买一个比较皮实的机器 我见过的大多数摄影师 对他的嫌弃的点 都是什么 就是第一没有三五 我很多人不喜欢 这个没有三五的感觉 因为很多时候有三五头 没有三五 另外也是觉得 整个就是机线比较短 大家可以这很清楚 看出这个测距机线的 这个部分 这是谁 偷位这个 偷位这个水晶球 感谢感谢 非常感谢 那么这个机线比较短 那么对焦的精度 可能就是有影响 所以你看他整个的 这个对焦形成 也是比较 比较简洁的 你看就基本就是90度 这么一个对焦形成 在这就能看出来 整个风格还是 像这种黄字 这种涂装 还是比较 莱卡的 但是整个球 头的颜色感觉 和整个头的这个 整个头的做工的感觉 像谁呢 有人说这个头的风格 说是不是特别得味儿 莱卡或者是不是 莱卡纯血统 还是日系莱卡等等 说法 正说分云 莱卡自己不自分 那么我个人觉得呢 很可能是 就是美能达给他做的 不管莱卡那只 还是美能达那只 应该就是莱卡做的 结构上没变化 六片四组双方丝 这么一个头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风格 有人 据说啊 据说啊 有人在吵这个头啊 说啊 这个头 现在莱卡什么头都有人吵啊 什么都要吵一吵 哇 这个头特别像什么 七枚玉 什么的 我说是这样 你算看七枚玉的生产年代 其实比他蛮很多 七枚的年代 比他蛮很多 他是个40 你说跟七枚用而靠呢 跟三五对还有的靠 但是整个成像风格 感觉不太像 他像六枚 应该像六枚玉 像莱卡六枚玉的感觉 如果你喜欢40这个段 又喜欢这种境外的感觉 那么可以一试 但说实话 这个头 在之前 就是我们说 就是说回这个卡口 在其他的仿莱卡的图里头 他也应该不算一出色 虽然他莱卡自己呢 但是价钱很说明问题 就莱卡这个 还是年轻人的第一台 莱卡这么一个定位 所以呢 他跟 就是莱卡自己的50什么的 还是颇有区别 那些图颇有区别 一会儿有对比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我们看着照片 来说这个机器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 我 那个 一边看照片 一边给大家解答 我是拿这个机器拍的有胶片 也有数码 这个就是照片 这是用的 美能达的 来自美能达的CL 然后呢 40F2的这只镜头 用了不同的反转片 有科达E100 科达E100 然后有那个 那个炮塔 也有电影卷 也有TRAX的黑白 所以大家来看看这个感觉 当然有的胶片过期了 那么我们来先看看吧 这个是在室内 从北的窗户 北侧的窗户 从来过来的光 是散射光 比较柔和 我觉得这椅子放着还挺漂亮的 所以我就专门拍了一张 大家可以看一看 那么拍这张片子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感觉 这就是用这个测光表 用这个测光表直接测的光 反转片出来的感觉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镜头 从这个照片上很明显能看出 这个头成像的反差 是比较柔和的 它不像现在新镜头反差那么通透 那么感觉 其实很有当年美能达的味道 我觉得美能达味 还是比较浓的 这只头啊 美能达有好头啊 大家不要折得 美能达是个贬义词 美能达当年好头可真不少 这个头就让我一下子感觉了 又熟悉的美能达的那个味道 颜色整起来说比较淡 反差没有那么强烈 过度很细腻 一拍就日系 这个片子 这100VS 你一拍都觉得日系 有那个感觉 是这样的一个调调 但是颜色的感觉 我觉得还是不错 好我们接着 接着我下看 我们来看这张 这个呢 是在一个艺术区里头 他就停了一样 老甲克松 停在楼边 我觉得还挺好看 那么过去拍 直接光圈全开 拍了一个 这个头的镜头啊 全开的时候略转 中心分辨率其实还可以 就是你用现在的数码的标准来说 略转 全开的时候容易有那种一点点雾化 就我们说好听点的德味叫圣光啊 那么一个感觉 输到2.8 立刻素质就上去了 这个图变法还是比较大的 挺有意思 但整个的过度 你看整个的反差的过度感 这个感觉其实很日系啊 很日系这么一个感觉 好 嗯 这是阿勒阿勒说 这个图是全莱卡设计的 四个设计师都是莱卡的 哦 那可以可以啊 我一直以为是纯美能达那个 应该是莱卡设计 美能达制造 我估计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好 那么这个出来的整个画面的感觉就是这样 光圈2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近距离出来的表现 颜色 当然这是在阴影里啊 这个车是在阴影里 所以整个比较综合 但是你看反差没有那么强烈 这个头没有那么强的对比 尤其在现在都比 反差没有那么强 一拍就容易很日系 颜色的表达 也是比较偏日本范的这个感觉 但是呢 美能达其实在日系头里头 美能达很多头是往莱卡的味道上去追的 所以很多莱卡的头 当时说莱卡 美能达有那个502的 你只不说就像假莱卡吗 都是这个感觉 确实是有那个味道 你拿那个头的 那个年代的莱卡 你来拍 我觉得你就拿个六枚 跟他其实真的很像 真的很像 所以作为一个便宜的选择是不错 好 再来看这个 这个就很明显能体现出 这个镜头的那种拍反转的一个特性 颜色还挺好看 也比较足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边缘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剑域 暗角这个感觉 这个暗角是比较清楚的 尤其是全开 暗角比较明显 但是呢 这个也是一个味道 因为镜片做这么小 镜片前口其实不大 跟七枚 跟六枚什么的很像 那么这个感觉 你看到这个感觉 我觉得也正常 这个大家看 这个暗角也是能看得出来 但是说实话 暗角真的是个问题吗 暗角还不是那么大的问题啊 没事 我觉得 就整体的表现啊 这些细节什么的 我觉得起来还挺好 但是这张光圈输光圈啊 光圈 这张应该是光圈5.6 其实这种出来的素质什么的 都没问题 不错 大家看收小了之后 它在这种反转片呢 这么强烈的阳光下 加反转片的感觉 反转片的反差是不太一样 光色的那个感觉 其实还体现出了 这种硬朗的一个味道 整个的颜色感觉 你会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品 是因为镜头前头 我这个镜头拍的时候 加了一片天光 加了一片天光镜 在前头保护 所以淡淡的粉色 它画面里会有这么一点点这个调性 加上本身VS也比较容易偏短 就是有这个调性 所以大家来看 整个的这个画面 就这样 锐度啊什么的 其实你放大了看 其实都还是不错了 这个表现 上头木纹这些细节啊 暗部的衣服这些细节 其实都还行 这个头不是以锐度而建成 我觉得就是你要特别追锐度 那么这个头还真不是以锐度建成的风格 但是呢 你要收小光圈 锐度的表现还不错 锐度表现还可以 边缘是要差一点 边缘全开的时候边缘确实弱一点 但是你收小一些就没问题 但是呢 以我的感觉来说 你就是收到收到四 那时候边缘一半 收到5.6和8边缘就好很多 所以说你特别在意边缘的话 这个头你也谨慎 你也谨慎 珠海莱卡说了 是很美能达味 对 这个感觉 好 那个观影镜头实验室也投位啊 谢谢谢谢 非常感谢啊 非常感谢老周这边来投位 谢谢谢谢 好 我们再来看这个 这个墙面整个的这个颜色 你看整个的这个灰度感 包括这个暗角的感觉 是那个年代 是60年代 70年代出镜头的风格 颜色表现 以到这个年代来说 其实都可以啊 比比很多小机器像 巴尔达什么那些啊 比那些肯定是好啊 但是整个出来的感觉呢 就是有一股老美能达味啊 老美能达味 其实老莱卡拍摄的也这味啊 那个年代很多东西是说不清的 也不能说 莱卡跟美能达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啊 好 再看这张 这张是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这张片子 这个观圈收到了8来拍摄了 收到8之后 大家看尤其是暗部的这个 感觉其实反差还挺大 但是呢 你在版权片里都觉得暗部 还挺挺透 说暗部调控了 没有 暗部为什么比较亮呢 这个对面有个白墙 对面有个白墙 其实把暗部就填充了 那么稍微放大一点看 因为这个图扫的不太大 所以大家看暗部 这个椅子上头的这些细节 这些灰的感觉 这种偏冷的调的 很多人就说 这个镜头为什么偏冷 这个也不是白平衡的原因啊 为什么很多人说 这什么白平衡 我说这不是什么白平衡 这是日光型胶片 所以它就暗部 就是偏这种蓝 反的天空的散射光 用要是自动白平衡 就抹油这个感觉了 那么那会儿都是胶卷 我就说 我一直习惯这光白平衡的原因 就是这个 就要暗部的这个感觉 1228说 龙哥定科达R5294了 我没有 我这个用的应该是5207 好像是 那么这个片子出来的这个味道 这个味道 其实就是很日系的感觉 跟莱卡那些味道小有不同 但是你说一眼就看出来 这布莱卡也很难说 因为毕竟焦段不一样 然后再看看这个 这个是在阴影里头 一个电话亭刷的那种 很艳的那种黄色 橙色那种感觉 我一看挺好看的 我说拍一个 因为科达对这种颜色 会有一个偏暖的倾向 所以你看会整个 笼罩一个暖调的感觉 这样来拍摄 但是你看很多暗部的那种冷色 还是就是在阴影里 日光的一个表现 这个也是光圈全开来拍的 大家看整个的空间感什么的 暗角这些你都能感受出来 锐度不是特别高 锐度不是特别高 然后输小一挡 光圈输到2.8 锐度立刻就提升 这个镜头输小一挡之后 立刻就提升 边缘这种感觉 也在逐步的提升 其实这种头 说实话 大家拍片 真的平常都拍那种中心跟边缘贼屏 那种感觉 人就紧卡着交屏面的感觉 其实没太有那样的画面 所以你拍的时候 有时候不用太执着 有时候他中心或者什么的 中心好用就行了 中心好就可以了 就别的 其实不用考虑很多 再看这张 也是这个感觉 都是光圈全开来拍的 这个画面 细节整个的感觉 就是这样的一个味道 然后呢 在阳光下 收小光圈 还是比较足的 锐度还是能上来 这个跟 这个锐度什么的 跟实际现场拍摄的条件 和光线都有关系 很多头 你专门找阴影里拍 就很柔 你有些操 操一点头 你放到大太阳 大晶天拍 你也感觉锐度很高 不同光圈 不同的表现 这个反差 你看就反转片的 这个表现了 反正是胶片的 反差带来的一个特性 但是你依然看 这个镜头对黄色的这个表现 这样的一个效果 镜头你会觉得 出来一股牢味 这个感觉 这是室内拍的 室内拍的 光圈差不多有 三十分之一秒 这样的一个感觉 其实也都端得住 这个感觉 从此细节出来的感觉 都还行 氛围感我觉得也有 美能达 和莱卡都比较擅长玩氛围的 那么这张就算 氛围感很强了 基本是最近对焦距离 加最大光圈 反转片 你看看室内的这个玻璃瓶子的 这个质感 和这个花的这种颜色 当然这个颜色很柯达 VS在弱光下 就会有非常浓烈的 偏红的这么一个倾向 你看这个瓶子的感觉 这个效果 你经常用柯达 反应会觉得 这很VS 那么你也会看到 胶外的这个表现 胶外的这个感觉 能看到一点点 虽然不明显的看到一点 第一 整个的后度的砖墙 会有小小的这个 统形机变 这么一个感觉 然后到胶外 中心 虚化的比较厉害 边缘 慢慢收起来 这就是它的这个 边缘跟中心的这个变法 你慢慢能体会到这种 球一样的这个立体感 是这么一个效果 好 看阳光下这些没问题 锐度啊 什么的 如果你要细节 你看网络上这些小石头子 光圈8的时候 一定能让你满意 你要锁接是吧 没问题 然后看张黑白 这是用柯达的Tracks 400度的Tracks 来拍摄的 大家看看整个的这个 画面的反差 阴雨天气 出来的这个感觉 我觉得味道还不错 味道还不错 如果跟同时代的机器比 比如说跟尼康什么的比 你还是能感觉出 美能达这种 镜头出来的这种 比较柔和的劲儿 莱卡呢 毕竟是莱卡 上头阿拉也说了 毕竟是莱卡的设计 这个莱卡在这方面 这种反差的调整 调教各方面 还是有它独到之处 这个还是要相信 就不要觉得 莱卡就真的 就那么放飞自己 还真不是 它不像原来 如来似的 后来 麦给别人之后 就已经简直都没法看了 给糟蹋的 这个整个的感觉 我觉得味道还是不错 就适合那种 喜欢这样的一点 复古的味道的摄影师 这个是光圈全开 颗粒比较粗 颗粒比较粗 首先这个胶卷过气了 那么另外一个 当然就是 TRAX本身 颗粒也没有 像TMAX100那么细腻 然后我又增感了 这样一个效果 所以你会看到一些明显的颗粒 但是呢 我觉得胶片的魅力 还就在这 不管它颗粒不颗粒 TRAX的灰阶是非常漂亮 我为什么特别喜欢 TRAX的银片 就它灰阶的感觉 跟TMAX什么的 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看看这个 感觉这个空间感 大家看焦点队在最中间 这个花上 光圈全开 大家注意注意的这个树子 虚化有没有一点旋转感 有一点到边缘旋转感 你感觉又被拉回来 这个边缘应该还是有 这个再努力的挽回一下 这样的一个感觉 所以画面是这样的一个味道 还挺好看 那么如果拿来拍日系的片子 一定很好用 现在如果很多人流行拍日系 拿它来一定交外虚化 也算是不错 所以你从这张上看 我觉得真的是有六眉的那个风采 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所以呢 还挺好玩 如果你想追求一些感觉 又不想花太多钱 这个镜头还可以一半 但是呢 这个镜头有它的致命的缺点 一会儿讲 这个缺点很致命 这是输小了光圈 大家看它的表现 高光的抑制的感觉 包括整个的锐度啊 这些边缘的线条感什么的 稍微输一点光圈 都没问题 其实在胶片上 很多镜头其实都不错 就现在很多人是拿数码 没事拍的 老远白放贼大那种 高像素放那么大去 数毛 不是太有所谓吧 来看看这种感觉 这些细节啊 灰阶的表现 这反差什么的 这表现的都挺好的 是吧 然后再看这张反转片 这张片子一看就有老味 一看就有老味 那个火车头的感觉 那个颜色就像 我小时候看到的那种感觉 再加上这个整个出来之后 说不定有点过期 这个片子出来之后呢 就是高光的这种颜色 特别VS啊 就是偏这种红色 就是这样的一个味道 拍屁的也是 然后拿来扫接什么的 也比较方便 大家你看 其实虽然快门那声挺响 就能测光辟 但是其实稳定度还不错 你其实在比较弱的环境里头 比较弱光的环境来拍摄 这种氛围感什么的都可以 当然虚化 你不要说我要比夜神的虚化 那个不一样 但是这个作为这个镜头来说 我觉得就可以 日常的扫接对焦也比较快 比较快 虽然极限短 但是你稍微精准一点 那都没问题 阳光好的时候 这种表现颜色也比较扎实 这个片子就是 这是电影卷 电影卷你可以看到 整个的颜色是另外一个味道 不同的感觉 因为这个5207 我还用的真不多 所以呢 对他的脾气还不熟 目前扫完了直出 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反差那个感觉还是比较大 小法师带了个订说 盲采致命缺陷是逆光拉垮 曝光拉垮的问题 还有别的 一会一会就看到了 这是黑白的感觉 在高反差的情况下 大家可以看高光 只要高光的部分控制都还不错 我曝光 因为黑白我是按照暗部来曝的光 在高光的容纳度上来说 都还是不错 毕竟TRAX有华丽的肩部和直部 所以TRAX拍这个没问题 看这种高反差 室外非常亮的情况下 你兼顾室内的这个情况 窗户的这个部分都已经飞掉了 这些片子的颜色 你一看就有一种自然的怀旧感 自然的怀旧感 当然这个跟 其实胶片的重启 什么都有关系 因为这个电影卷 我还真 没有那么模特的脾气 这个感觉 这几张都是 在七九八拍的 所以大家看看这个颜色 你看天空的那个蓝 就是那个年代胶片机器统一会有的那种蓝色 就是这样的一个味道 这个也是 大家看这个颜色 这也是电影卷 阴天 电影卷出来的这个颜色 因为这个电影卷我不太熟 也没有说后期专门去配光 什么这个 充满了直接扫出来 反正我看了看 基本就是这样的一个调性 空间的感觉呢 也还算不错 你看看胶外的这个感觉 这样的画面 你看光斑 这个光斑比较能看出每个人喜好的不同 是古老的莱卡的味道 那个年代莱卡的味道 这个也是黑白的这个来拍摄的 喝口水 好 然后呢 来看看在书碗上拍摄 这张你突然觉得哇好日系 那个感觉 试碗FP 加粉末兰模式来拍 我觉得这个粉末兰配这个镜头 真的是绝配 特别日系 特别小星星 这俩小摩托本身就是一个粉蓝色 加上粉末兰 一拍哎呀 就直出啊 这GrupyG的直出 大家就看反差就是这样的一个调性 这是在2400万像素的 试碗FP上相机 光圈全开 直出的感觉 你可以看边缘的这个暗角 中间的这个氛围 这个锐度 这样的效果 说放大一点看 大家看中心的锐度表现 是不是还不错 对吧 中心的这个感觉细节什么的 都还是可圈可点 这个镜头就是你拿来用 拿来用 拿来玩还是比较有意思 好 再看另外一张 这是黑白的一个调性 大家看黑白的灰间也是 在这种散射光阴天的情况下 要下雨的这种阴天的情况下 出来的感觉还不错 效果这是收到2.8广圈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张好像2.8广圈 这张应该是2.8广圈了 还要不然就收了半档了 上头这些细节什么的 这些上头的小灰尘 这个灰尖的表现 莱卡这个扫币的 我们说的微反差 就是这样的一个味道 数码上确实比较容易展现 更多的东西 起码颗粒很光滑很细腻 这个也是 这是用的清河称模式 直出的在这种强烈的反差下 你也能看到这个镜头的感觉 就整个的视觉感跟现代的新镜头 还是不太一样 你经常用一些新镜头 跟老镜头的话 你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一个老镜头的味道 这种高光跟暗部的 这个氛围感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但是对颜色的表达都还不错 这是我工作室一面黄色的墙 散射光照进来 我觉得还挺好看 他拍了一张 大家看他光圈全开下 这种柔和的氛围感 和这个暗角的感觉 这个看的会比较清楚 那么你 大概如果你拍摄 你觉得这个暗角 能不能适合你的感觉 因为有的人对暗角特别在意 我呢是对暗角特别不在意的那种 我就恨不得 没数就加暗角的人 所以我觉得暗角的氛围没问题 有的人可能就特别在意 这个暗角的感觉 那么你看这张照片 暗角的平衡线就比较清楚 你就能看到这个感觉 算是比较明显 算是比较明显 然后来看他胶外的感觉 这是最近的距离 差不多0.8米左右 为什么叫0.8米左右 这个风吹的树叶 它老在动 我基本看到清楚 风值一出来我就拍了 FPR加粉红蓝 这个模式来拍的 那么大家看看胶外 主要给大家看看胶外的这个感觉 中心这个小花 大家可以看中心的小花的细节 没问题 对焦光圈全开对的小花的感觉上 粉末蓝本身也就是比较柔和的一种反差 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唐伯喵也说 我也是特意加暗角 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然后大家看看那边缘的光斑 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个光斑就 每个人喜好的感觉不一样 有人喜欢特别圆的光斑 有人喜欢特别 像奥巴的鱼鳞胶那种光斑 也有喜欢这种特别奇怪的光斑 特别悬的光斑 这个光斑大家可以看它不同的感觉 这是最边角 这个光斑的效果 可能说 为什么绿边这么强 这是因为用了试码的粉末蓝这个模式 它就加强了这个绿边 其实没那么明显 但是你会看到就是这个绿色被夸张了 你光看光斑的形状和这个堆叠关系 我觉得就可以了 基本就是这样一个感觉 说不上多么细腻什么的 但是是那个年代的感觉 所以看起来像不像六眉 我觉得还真是挺像的 跟七眉不太一样 跟六眉很像 但是呢 确实也有那么七眉的倾向 所以你拿来玩呢 如果你喜欢这个光斑 那么这个光斑就是这样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光斑呢 也没办法 它就这样 所以一个镜头是有它的优点 有它的缺点 大家看另外一张黑白的 我调了一张黑白 大家看这个光斑 在黑白上 你可能会比较明显的 看出光斑的这个形 就这么一个味道 啥吵吵吵说 鱼鳞胶啊 有那么点意思 有那么点意思 反正是在这个光斑上 你会看的比较明显 因为拉到最近的距离 在加强走的光斑的感觉 它的特性算比较突出了 你们看一看 基本就这个感觉 反差的感觉 比较柔和 这样的一个效果 你们来看看 拿它拍人 这是一个什么感觉 这是用什么FP 加这个40F2这只镜头 来拍摄的 然后呢 整个的 用了粉红蓝 这个模式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逆光 画面里都明显的出现了 低反差的雾化的情况 它这个镜头 只要逆光 特别容易吃炫光 就是你喜欢 当然可能说 莱卡本身炫光 可逆光就不强 但这个镜头 加个更点 这个 不知道为啥 这个镜头反正是 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出现什么呢 比较容易出现开胶 和这种起雾 这种感觉 这个镜头 其实这个几率很高的 你在逆光的时候 你用大黄圈逆光 拍一个这种情况 找一个暗色背景 再吃逆光 你就能里头看到这个情况 就有的时候会有那种 中画面中心 你觉得有个雾化 但是拍妹子呢 可能还挺合适 是这样的一个味道 这张也是大家看画面的下半 三分之一 明显的有一块发灰 发青的这么一个位置 这就吃炫光了 其实阳光都还没那么强 就吃了 就吃光 比较明显 画面整个暗部的反差 就变灰了 反差变低 但是呢 拍人还很日期 拍人还很日期 这么一个感觉 所以你在数码上 现在要玩的话 其实你要玩这种 复古的这种感觉 这个头还是可以的 看这张 大家看画面一半 整个一半 下半部分一半 这个颜色就是 整个炫光进来的感觉 所以如果你喜欢拍逆光 那么你就要考虑考虑 这个头吃光的 这个感觉 你受不受得了 有那种非常严重的炫的 因为它能 如果万一开胶的话 炫光里头会出现各种图案 那个是很可怕的 在家如果有霉 出现了图案 就可以让你很惊喜 那个可能就比较可怕 所以如果要买这个头 务必小心 这个 我可见这个头起雾 和开胶的情况 不在少数 逆光 死得很惨 千万要小心 你看不逆光的时候 就没事 稍微测一点 不吃光 这个颜色表现 各方面都不错 空间的氛围感 什么的都还是挺好用的 这个感觉 有无极有说 摇的就是这个味道 摇的就是这个味道 好 魔王说 以为是风下贴标 那个莱卡飞 那是数码的 这个是胶片的 来看这个 你看 只要不逆光 你顺光拍 整个的这个反差 什么的都还挺不下来 很适合拍日系的感觉 这个氛围感 配合适合FP 这个粉膜蓝 还挺有意思 你主要看看 胶外 大家看胶外有这个 中心 中心像是一个球状 到边缘的时候 你看它的轻距度慢慢就拉起来 边缘应该有这个 往这个过角 硬拉的这么一个倾向 所以说这个 收小光圈之后 边缘可能会好很多 但中心分辨率 未必就会同步提升 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有它的特点 有特点喜欢 就没问题 这个你看 是说不定一点光 这样的感觉 这个也是 大家看这个氛围感 然后呢 做了一个对比 做了一个对比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这个 我想想刚才这张片子 是不是死灵了 刚才这张 这张好像不是啊 这张好像不是死灵的片子了 我一下子记不太清楚 一块放下 这张好像是 好像是七五头的啊 所以大家紧张参考啊 我现在记不清了 那么看这个呢 这是我 在 就是影子里面 他这个海棠这个花 那么我来 我来拍了一个 然后呢 光圈全开 拍了这么一个画面 大家看 它整个郊外的这个感觉 光斑的效果 我站在这个同样的位置 同一个机身 同样的位置 拿402指指头拍了 又拿来卡的501.4 就12892也拍了 那么两个 我们对比一下 看看它的感觉 这是它全开 这是它中心的这个感觉 我们哪怕放大一点 看你看中心的这个表现 这种融合度和颜色的干净度 是没问题的 这些就是你拿来拍 是没问题的 然后呢 我们再看看 边缘的这个感觉 是这样 光斑就大概是这么一个形 光斑肯定不算圆 这是肯定的 而且到边缘这个放射的感觉 就比较明显了 大概是这么一个味道 郊外的二线也比较清楚 是那个年代的这么一个风格 我们来看看 11891出来的感觉 因为站在同样的位置 站在同样的位置 我都收到光圈2 所以呢 11892这个就画面景别 就会更紧一点 因为它说50嘛 跟40还是有区别 整个都是用日光白平衡 来设置 所以出现的味道 你明显的能看出来不同 然后我们看看它全开 这个锐度 当然就很高 11892 郊外的感觉非常不一样 郊外的这个光斑的控制 非常不同 非常不同 因为这个环境不绝对一样 因为风在吹 不绝对一样 郊外的这个 郊外你看1892 现代镜头的这种 郊外非常细的这么一个感觉 那么我再往上看 你看它的郊外 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就是我们说 镜头的老的那个味道 这就是区别 所以你喜欢哪个感觉 真的要看个人的一个 一个喜好 镜头没有绝对 有人喜欢就有人不喜欢 这是这个味道 然后我们来看看 我拿FPR拍的比较多 来大家看看这个效果 因为FPR 就是锐度各方面都表现的比较好 那么拿它来拍摄的 很多是标准模式来拍的 大家看这个氛围感 跟这种前后景 大家看看它 我焦点分别对着两个位置 看看它前后虚化的这个空间感 大家看这个氛围的表现 以及这个比较明显的暗角 在上头是看的比较清楚的 然后呢 弱光下在傍晚 还是很明显的有德味 这个不服不行 美能达本来像美能达的35G什么的 你真要用的话 棒板的时候德味是很足的 美能达你就说你觉得锐度上不是强 但德味在日系厂商里绝对有 美能达的黑科技是很足的 非常追求特点 这张也是用21比9 用这个头光圈全开 在棒板 红绿灯那拍摄的感觉 大家看看这个颜色的味道 这个氛围感 这个是德味吧 这个还是能说出是德味来的 整个的细节表现 还是不错 虽然不是特别锐 但是整个的表现没问题 全开我觉得扫尖 你拿来用是没问题的 郊外的感觉 看远处的灯的感觉 远处这个灯的 这个光斑的感觉 看上头灯的光斑的感觉 你就常用六眉 或者用棉那些老镜头的话 其实都有类似的味道 所以这个头 既然是莱卡的设计 是设计的 那么还是保持了莱卡的风格 你在拍摄的时候 看看这种暗部地上的反光 等等这些细节 这个德味是比较浓 所以这个头 如果你比较喜欢这样的感觉 那么你不要在强光下拍 你去弱光下拍 还是比较有它的特点 这个是在车上拍的 隔着车的玻璃 隔着出租车的玻璃 你来拍摄整个日光白平衡 你看到画面的这种蓝的这个味道 这种感觉不是特别艳的蓝 不是特别艳的蓝 但是就是这个灰灰的调 这个感觉是这样的一个味道 因为 不同的相机白平衡的感觉 感觉不太一样 这个因为就像刚才这个蓝 也是因为我用了这个 有的片子用的标准模式 有的是用的轻和橙模式 不同的模式感觉 带来的风格也不一样 在这个傍慢下的这个效果 弱光下这个感觉 大家看在这非常非常暗 这个感光度应该是在 四千多 四千多来观察全开来拍的 因为路灯非常暗 那么你看在弱光下的这个味道 我觉得说得味没有问题 郊外的光斑也算有特点 所以任何一个镜头 我觉得都有它擅长的场景 而不是说我们指望这个镜头有多全能 我觉得你指望这个头全能说不上 你像这个镜头我就说 它的死穴就是逆光 逆光特别容易起炫光 非常容易起炫光 而且炫光面积贼大 特别明显 另外容易开胶起雾 都是这个镜头的一个问题 所以你要在合适的点来用它 没有全能的器材 看你怎么去使用 弱光但是呢 你真放在无线远来拍 大家看看整个的这个细节里头 该呈现的东西还是有它的特点 所以我觉得任何镜头 尤其像这种图 我觉得你要是偏德温 那么你在傍晚来拍 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 大中午这个图表现应该就是正常 仅此而已 不会特别出彩 我觉得这种反差的感觉 还是在傍晚的时候 一贯的莱卡的这种风格 在傍晚的时候是很强 包括这种弱光 你看这个灰阶的细腻度 什么的表现都还是没问题 都还是没问题 然后对这些细节 你看整个的这个反差 这种灰度感 这个灰度感 柔柔的灰度感 是莱卡的风格 是莱卡的风格 包括你看光 这个光满起的这个雾的这个感觉 即使是个日光灯 你会觉得这个雾化的感觉非常明显 对这稍微放大一点 看一看 大家看就是出来这个感觉 画面明显的用雾化的这么一个倾向 但是呢 这个味道有的人是很喜欢的 有的人也是特别喜欢这个味道 所以每个人的喜好一定有不同 就像我的哥们就能吃辣 我呢就没有他能不能吃辣 我去我们俩吃火锅 他觉得我这就是微辣 我说大哥这对我来说是中辣 这不叫微辣 他觉得我刚刚有点辣而已 每个人的接受度不一样 但是并不是说他说的不好 对吧他就带我吃的火锅 我觉得都很香 确实是这样 就你也觉得很过瘾 这是黑白的一个感觉 大家应该经常拍黑白的朋友 应该能从画面上感觉到这个镜头的 独特的一些味道 整个彩色的感觉也是你会觉得有点灰灰的 旧旧的那种感觉 当然我都是日光白平衡拍的 所以他会有不同的这个颜色表现 这种感觉 你看放大了之后 锐度也都没问题 这是收到光圈4来拍的 直接放无限远 low锐度什么的 还都是没问题的 所以跟真说锐不锐 跟你拍摄的题材 他本身的反差对比度 跟本身光线条件 都有着稀稀的相关的关系联系 而不是说一个绝对 只是说这个头就锐 我说那你不能这么说 我说你这头特锐是吧 我说来你去你桑达房里头 我拍一张最大光圈 你也觉得不锐 对吧 他空气的介质不一样 对吧 这是这个镜头不同的感觉 颜色的味道 你看起来就是有点老味 有点老镜头的那个调性 这是用清合成模式拍的 光线当时反差很强烈 傍晚也很通透 那么你看清合成模式出来的感觉 你会觉得反差还挺漂亮 虽然是直出 那么也有它的味道 你只要控制好曝光最重要 因为很多人看拍的时候曝光的胡来 我说你还是不要光指望着后期 就是你勾批机直出 那么你在屏幕上直接能看到曝光 你把它直接调好了就完了 对吧 这都是不同的光圈 拍摄的胶外有2.8的 有光圈4的 也有光圈全开的 我们看看它出来的不同的感觉 就基本是这样一个味道 这是它强烈的这个眩光 大家看看这个眩光 你能不能接受的接受的了 为什么它放在后头 就是怕放在前头会吓到大家 唐宝喵说黑白这个来味就比较明显了 是 那么你看这张这个感觉 这个眩光很彩虹骂 那要是国产头很多人就被骂化 那得头你就要说 这是得味 那个感觉 眩光确实稍微吃一点光 你都不用硬怼着太阳 稍吃一点都很明显 所以这个眩光的感觉 你要自己想能不能接受的了 这个感觉 调整一下角度 它眩光还变色 刚才是变冷 现在偏暖 中间一吐了暖的画面 中间这个球 你明显的感觉这块暖 跟周围的颜色不一样 眩光带来的这个差别 我在这轻微的晃动近头 我故意找了几个眩光的点 给大家看 就是这样的一个味道 你看这个也是 眩光虽然不明显 但是画面你觉得有暮化 就是不同的角度 光线近多一点 近少一点 它几乎不近光 画面的这个反差都有影响 在这个镜头 如果你在大中午 这种贼亮的情况下拍 就千万要注意 另外它的胶外 你看它胶外的感觉 中心的光斑 到这种这个画面 以上下高度为核心的这个半径上 这个光圈 整个光斑的感觉 再往边面又有变化 它这个整个画面 感觉是球形在拉平 这样的一个感觉 这个我觉得术语上 应该像阿乐 什么这几位朋友 能解释的比较清楚 那么我大概就只能说出 这个味道 是我觉得这样 就特别像 原来老罗伯特镜头 很多头是这样的一个味道 其实来卡自己的R352 什么的 也有这个感觉 就能觉得是 整个空间边缘又撕裂了 这样的一个感觉 但是呢 这个撕裂感在很多时候还会带来它特别的这个味道 那么拿来拍人 基本就是这样 大家看这个炫光 你能不能看到这个画面 这个强烈的炫光 稍微放大一点看 大家看这个炫光 带来的影响 包括炫光里头这些 这些味道 这个彩虹 说好听了 这叫高级彩虹炫光 获得了激光这种 度尔镜头 这么一个效果 这么一个一个感觉 有人问说 什么时候讲讲M282 没人关心的镜头 M282 我很早就讲过了呀 专闻讲过 那是我非常喜欢的镜头 所以可以去我的动态里翻一翻 大家在B站 关注我 然后搜我的动态里头 你搜 以前的比如说 莱卡M282A 就出来了 去找一找 这个炫光 大家看这个炫光 这个灰雾感 画面中心的颜色 跟边缘颜色的这个变化 不同的角度 但是作为拍人像 拍魅了 拍日系蒙魅了 这种感觉 粉粉的感觉 是挺好看的 所以大家看这个氛围 虚化的这个光斑 你喜欢 那么它就是得味 你不喜欢 那么就 我觉得你要追求高锐度 这种通透饱满 那么你去选现代镜头 所以任何镜头 都有它自己的特点 这个又是在阳光下拍的一个 大家看看局部 中心的感觉是这样 边缘的感觉是这样 就它典型的光斑的 这么一个表现 所以说呢 美能达这只头 这只镜头 有它自己的味道 有它自己的风格 但是喜不喜欢 我觉得见仁见智 看个人的这个喜好 好 这个 莱卡的来自美能达CL 为什么专门说这只40头 我相信大家 专门大家一定会记得 美能达 还有一只 我特别喜欢的40 我拿下来给大家截图用 这个 美能达自己的 海马特克E 也是40头 这两个机器 你放在一块 就有熟悉的感觉了吧 就有熟悉的味道了 很多地方 很多细节 你仔细想一想 它不能换头 但是在各方面的体积啊 什么的好多地方啊 包括小窗户啊 很有意思啊 这个可以想一想 那么我们来截 截图时间到了 朋友们 两扫的时间到了 我来摆一个好看的造型 大家帮我截个图啊 截到了吗 摆个好看了 摆个爽起的造型 哈哈 好 谢谢大家 那么 今天聊的这个VLE 我总结一下 我的感觉就是 它是一台纯金属 这样的机器 纯金属的机器 虽然做工没有M6 什么的 那么皮实 但是当年这台机器 以及 后来的CLE 那是真的把 同时期上市的M5 干的比较惨 抢了大量的市场 所以莱卡这台机器 只生产了三年 就停掉了这条生产线 所以 有很多人会喜欢这种 非常小巧的 巴掌大的 这么一个小机器 在莱卡的同机型里面 最小巧的原生 可换头 莱卡M机身 原生莱卡M口 这是正宗莱卡 自己的M口 但体积是最小巧的M机身 非常漂亮 你跟莱卡的 就是跟莱卡的CM比 也毫不示弱 看看 跟莱卡的CM比 比 你看看这个大小 这个感觉 这个也可以截图了呗 这个对 这个也是四零头 我怎么把它忘了 好 等会儿啊 摆好造型 对吧 而且这只四零头呢 素质也非常惊人 所以呢 就有朋友 特别特别喜欢它 就把这个四零头 还改装了 那么又可以 截一个图了呗 今天截图现在比我多 好 这两只镜头 两只四零 都是莱卡的 来一个 解到了吗 朋友们 好 这只四零 回头也会讲 非常出色 但是你就可以看到 莱卡的四零并不孤立 不要觉得莱卡的四零 这是美能达单独 出风想出来的 不是 莱卡的四零 其实是有传承的 所以大家在CM上 在mini-lux上 都可以看到这种四零头 莱卡在这种机上 用便携机器上 用四零也是有传统 那么作为CLE 我觉得是一台机械感比较强 比较有个性的机器 性价比高啊 朋友们 最便宜的莱卡了 应该算是 这么一个感觉 然后呢 镜头素质也很小巧 镜头非常小 很短 从个图上来说 很像六枚 风格上 我觉得也比较像六枚 但是这个镜头 逆光比较惨 容易开胶 容易起雾 这些都要注意 如果你要买 二手千万慎重 另外这个头 不管CLE和CLE的机身 侧光都比较容易坏 这个要注意 另外它的偏轴 这个机器的偏轴 非常容易坏 一定要小心 买的时候 千万务必要检查 朋友们 千万要注意 但是如果你找到一个不错的 那么拿来玩 你喜欢这个机器拿来玩 就可以 这个感觉是不错的 镜头素质刚才就是这样 我觉得是得味 是莱卡的这种感觉 如果拿它来拍黑白 还不错 它的反差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 反差其实没有那么高 没有那么高 跟现代镜头 比风格和颜色的感觉 是明显的不一样 那么如果在弱光下拍它 就是傍晚 或者什么 这些感觉是很有氛围感的 暗角比较明显 暗角比较明显 中心分辨率还可以 没有那么强悍 但是足够用了 那么这么一个小镜头 拿来玩 不错 但是说这个镜头要说 它就多么了不起 值得吵一吵 我还真觉得不是 所以 有一阵 有人跟我说 这个镜头要吵火了 什么的感觉 我说这个 大家要谨慎看待 因为这个头的 因为它开交和起雾的 这个毛病 起雾还好解决 开交这个事 就比较可怕 因为它异光的 大家刚才看到了 你是不是能瘦掉这个 你再来决定这台机器 但作为本身 把门 或者说我就想 很便宜的价格 收一个原生的莱卡 虽然没有那么纯 但是毕竟是莱卡出的机器 这个机器作为一个小巧的 个性的选择 不错 有点意思 只要是你注意它的声音 就可以了 再听一遍它的声 它的声 是比较大的 快门的整个卷片的手感 什么都都还是不错 当然你说要追求莱卡那种 像光的脚 滑紧四处拖鞋的那种感觉 好像还差那么一点点 但是没什么问题 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优缺点都非常明显 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吧 好 那么 有两本说 这个头莱卡自己的版 和它的这个 美能拉的这个一样 几乎是完全一样 除了上头刻的字不一样 在光学结构 和整个的感觉上 应该是没有什么区别 有人说听清漫门 好的 刚才是一边25 我们听清15分之一秒 经典的莱卡那漫门的声 这个声 没有那个回煌 然后再给你听 1分之一秒 这个有点回煌的声 能听到吗 听清4分之一秒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如果你要听回煌 跟M3的 回煌的声是完全不一样 这个感觉 稍微闷了点 这么一个感觉 但是呢 便宜 它的优点就是性价比高 所以拿来玩什么 还可以 但是像它机身的做工 分量各方面 跟莱卡本身 M6 M4 什么这些还没得比 所以你要不要指望 拿它能砸核桃什么的 但是该用金属的是用了 那么如果你喜欢这个机器 CL 如果你喜欢带光圈优先 那么 美能达处的那一版 CLE 我觉得更有意思一件 因为它是在那个年代 真正到现在原生的 除了M7之外的 带光圈优先的机器 肯尼卡扯斯 毕竟是另外一家 那个跟莱卡的血统非常之近 美能达CLE 那么你会发现 跟很多美能达的X700 还有很多相像的东西 所以好玩 那个机器很有意思 长得也很漂亮 那么 作为一个莱卡的必选 可能是有它的特点 所以那么今天 分享的就到这 分享的部分就到这 那么大家对这个机器 我觉得 做利益性的选择 还是我说它这个问题 要注意这个镜头 炫光的这个表现 以及这个镜头 容易起雾和开胶的 这个通病 来选择 你愿不愿意用这个头 因为它的形成 各方面也比较短 所以装在莱卡 其他的机身上 你也会觉得 整个比较小巧 这个感觉 你都可以慢慢去适应 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好了 所以那么今天 分享的这个机器 我觉得还是有意思 就我更喜欢 有趣的机器 那么我觉得 放途大会一直就是 我们分享 大家更喜欢的号码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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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